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想都很了解 现在结合也很正常 有请这对情侣 有请 男嘉宾小杨来自内蒙古24岁 自由职业 女嘉宾小屁来自黑龙江23岁 自由职业 欢迎两位哈 是初中就是同学是吗 对 同班 不是同班 但是是一个学校 就是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也算是同学 后来上了高中 然后快毕业那段时间就去当兵去了 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同学吗 上高中是不是了 等于初中毕业就各自读了高中了 是的 那会儿就不再联系了什么 偶尔吧 然后高中毕业就当兵去了 是的 当兵之后呢 因为我们两个认识已经十多年了嘛 就是一直是就是喜欢的 就挺喜欢的 然后中间休假回来之后联系到了他 我就轻轻了表白 然后一表白就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了 同意之后呢 休假结束还得走啊 他可能觉得是有意的一点 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 然后他就提出了分手 这不是才表白吗 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了 相处之后 他又提出分手了 是的 为啥 可能因为那时候也小 我就是需要陪伴啥的 然后就总闹矛盾就分手了 这倒坦诚 不舒适嘛 恋爱谈的 分开嘛 年轻人挺好 从推伍过 还是很喜欢我 回来了 我就也是联系到了他 还是相处了一段时间 最终 我还是相当表了白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正式地成为了男女朋友 再次表白 同意了是吧 其实我那根本就不是同意 就是他怎么着呢 他就是带我出去吃饭 说是跟他战友一起 然后我就去了 去了之后 他就基本上就跟他战友介绍说 这就是我女朋友 我当时就挺懵的 然后我就是因为也有点喜 还是喜欢他嘛 然后又不想当众拨他面子 就弄下来了 事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 什么时候成为女朋友了 你跟我表白了吗 想要 然后他后来就跟我说 那我现在跟你表白 那都已经后期了 才跟我补 哎呀 你也是够矫情的了 那从哪儿开始到现在 两个人谈了几年啊 嗯 谈了谈了也 其实时间也不算是很长 嗯 但是 有时十个月左右 这确实还很短啊 等于在一起 也就十个月嘛 就是今天是我要来的 本来我们俩在一起 就是挺开心的一件事 我也很喜欢他 但是后来在一起 就是他老是明里暗里地 跟我提结婚 然后我就告诉他 我现在不想结婚 需要磨合一下 然后他就偏离这样 甚至最后就逼婚 然后就哄得我父母 就什么都听他的 就我都不知道 是我是亲生的 还是他是他们亲生的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结婚 就只有我这个新娘子 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厉害啊 小伙儿 想结婚 很想结婚 结婚的事先放一边啊 我先帮你问问姑娘 对吧 好 人家不同意结婚 这婚你结不了对吧 十个月相处下来 觉得怎么样啊这个人 他对我还是很好的 很好 就是 其中有一些矛盾吧 咱们说矛盾 就是 我俩在一起 一个星期的时候 嗯 他就带我去见父母 嗯 因为就是之前小时候 也经常去吃饭嘛 他就说他父母叫我去吃饭 嗯 他来接我的时候 就带着很多那个水果啊 补品啊啥的 嗯 我没当务的事 我先他家自己买的吧 就跟着去的 到那之后他就说 这是我给他父母买的 嗯 然后我当时可能也觉得 是我想的没有那么周到 他还想的挺周到 就是挺贴心的 我还挺高兴 吃饭的时候就挺好的氛围 然后吃完饭之后 他父母就给我递了个红包 见面礼 就我们那边见面礼 就是只有就是 男方正式在女方见父母 要结婚的时候 才会给这个见面礼 然后你就问头 问啥意思啊 是这样的 毕竟我女朋友第一次去我家 嗯 肯定要是带一些东西的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 谁买东西他都是一样的 但是他这个红包 我感觉 可能是每个地方 他的这个含义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是我的父母 就是非常的喜欢的 所以说才给他这个红包 你确定不是你事先跟你父母串通好的啊 嗯真的没有 说明天我要带女朋友回家吃饭啊 说没说 没说 那家里面怎么随时会有一只红包呢 嗯 因为之前 嘿嘿 丑一下 你要是第一天没说还怪了 说没说 嗯 反正没有明说 就是点了一下 所以你小子我跟你说 我明白了 这姑娘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浴室不商量嘛 对吧 你让我做你的女朋友 你也没有正式的跟我说过 先讲后奏了呗 带我见你的父母 也是一样的 我明白女生说要准备准备什么了 这家伙浴室不商量 是吧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缺点吗 有啊 他特别大男子主义 就我俩就稀里糊涂在一起了嘛 稀里糊涂的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他就来我家 就把我那些小裙子啥的 就打包扔了 就直接扔垃圾桶了 就不叫我穿 为啥 因为我本来就属于那种 比较保守的人 而且我们两个以后 肯定还是要属于那种结婚的 但是以后如果说 我们两个走在大街上 所有人都往这瞅 可能会感觉就是不太自在 但是我为了照顾他的情绪 第二天我领了去商量 买了好多好多的衣服 他是带我去买衣服 但是买的都是那种 就是长裤啊 然后大帽衫啥的 就是我觉得我20岁 穿那些有点 我想穿小裙子 好看一点 就开始改造了是吧 你这准备 是的 那人同意了吗 是的 也问过他 我说不喜欢的话 咱们可以再去挑挑别的嘛 不是 你把人家裙子都弄走了 你问过人家的意见吗 没有 你也没拦着他 我拦着了 那他就告诉我就是 就是我要串的话 他就会跟我吵架 他就会不开心 然后我现在 那你告诉他说 你要给我扔了 我们俩就分手 我也挺喜欢他 他就没有 哎 这就除了这个 这么粗暴的对你 还干过什么事 他除了这样就是 还限制我跟一线接触 就是作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领导就给我打电话 说马上要上班了 照顾好身体 别生病了 然后他就直接把话筒 就抢了去了 就说我是他男朋友 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做饭吃 我照顾得很好 谢谢领导关心 那我当时不就为了 想告诉领导 你有一个男朋友 就是让领导手 就可以不用那么太关心 而且都和我说了句 谢谢领导 我也没有说什么呀 就是我后期也跟他讲了 就是不是说 只给我一个人打电话 是整个店的人都打了电话 就后期我跟我同事聊天的时候 我都让他听着呢 但是当时也不知道 就是选了几个人吗 还是就单独打了呢 就还不止一些 我家到我公司 就是我下了楼 对面不超过20步 就到我单位了 他就天天晚上定时定点的 提前五分钟 就往那儿一处 跟班神似的 那我不是就想着 在门口等着你 下边低身能接到你吗 而且 这山马太强来的 是有空中的 是有空中的 对面有空中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去吃饭 这样的饭做之后 就是朋友们就问 你这戒指好好看啊 再能买的 然后他又说 你看这是我给他求婚的戒指 好看吧 你这是欺骗啊 小子 那问题是他这个事情 早晚都要知道啊 那我提前 不不不不 这跟求婚没关系 你那是求婚戒指吗 那我想的是先用那个 后面结婚的时候再买个大的嘛 那在吃饭的时候别人看到啊 那我那我想的是 那早晚都知道啊 其实呢 也就在朋友圈里宣告说 我求过婚了 你答应了 对 这是给大家传递的信息 我理解的对吧 对 你的朋友是不是都这么认为的 是 好 那往后来 还你可以 就不只有这些 他总是给我嫁到那个点上 还嫁过你什么 就是 过了一段时间 我俩快到就是一百天了嘛 他就跟我说 这才一百天啊 对 就要到一百天了 就很便宜 你看这在一百天 他就跟我说那个 我给你定了套鞋针 就我也知道 上次赚戒的事 就是没听过你的同意 就是挺不好的 我给你定了套鞋针 给你赔礼道歉 大家出去旅游拍照 我一听我现在挺好的 是吧 挺有心的 然后我就 就请了架陪他去了 到了之后 他就给我挑了一条 白色的小李璇 拍完了之后 没等照片出来呢 就是坐成上车 没出来呢 他就转手 就发普通圈了 标题写着 看我喜欢多不好看 那我就感觉挺好看的 我想发普通圈里面 也相当于是炫耀我一下 不是 那个媳妇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想 确定一下国安性嘛 你是把她当结婚照发的吧 算是 对 我朋友都来问我 说那个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照拍瓦类呀 怎么不通知我们参加婚礼 也太不够意思了 我说我没有啊 我说我真的没有要结婚 这不是婚纱照 然后她就在下边 还回复人评论 谢谢你们祝福啊 那个回来请你们吃几堂 就很默默行妙 她总把我搞成这个样子 这才一百天 对 一百天 然后她父母就开始了 就 然后她父母就天天打电话 就是 儿媳妇呀 儿媳妇的叫 儿媳妇呀 什么时候休息来家玩 儿媳妇什么时候来家吃饭呢 然后儿媳妇那婚纱照拍得真好看 那个 你看看婚纱照都拍完了 什么时候见着你父母 把婚事定了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自己一个人来天津了 我心想我要静一静 啊 那当时主要是 我的父母也挺喜欢她的 是是是 就是也没有说什么 她有什么什么 就是不好的地方 对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那个做法 那你的父母是怎么被她忽悠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来天津之后她就追累了 她追累了就是告诉我说 我到天津了 现在是晚上了 我也没地方住 我要见你一面 我现在被出啥事 就给她发了地址过来了 过来之后她就开始哄我嘛 然后我就说错了啥道歉 我就想想再原谅一次嘛 就原谅一次 然后她就也确实做到了 前两个星期就陪我玩好好的 只字不提 那某一天我回家的时候 就出去回家 我发现我父母就坐在屋里头 来天津了 对 就坐在屋里头 等着我吃饭呢人家 我就问了父母 我问你们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小二姐 我们来旅游的吗 其实当时我在陪她 玩的那几天的时候 也有挺多好玩的地方 或者好看在风景上面 我就想那她父母也在家里呢 那我就让她父母 一起来玩一玩一下 放松放松 我爸妈来的时候 我现在也不能当我爸妈 没有吵架呀 就陪我爸妈玩了几天 玩了几天之后 我爸妈就开始对她 就女婿女婿地笑着了 就我看人家 就好像是我就不是亲生的 人家是亲生的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她送回老家 她的意思总是这样 这姑娘还算人间清醒 然后呢 然后她就哄我 跟我打电话 回信息我也不回 她就给我父母打电话 让我父母来劝我 然后我父母就一顿说好话 说这小伙子怎么怎么样的 就开始劝我 我一行思 然后也看到她给我发信息 我也挺感动的 就提了一些 我俩在一起没好事 我就行思 那就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了 然后叫我去吃饭去了 我还挺纳闷 我问你干嘛 订个大包房 然后我进去才知道 那是个红门宴 就是她父母坐左边 我父母坐右边 然后她进来 就把我消息去迎接 就坐去了 那当时不是想着 如果说我直接跟你说去的话 你肯定不会去的嘛 而且我想着那父母都在 我找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并且里面都是你喜欢吃东西 那也能哄一哄你 当时就是这么想的嘛 就是她又是这样 然后就坐在桌上之后 父母就开始聊 这婚纱照拍得好呀 两个孩从小到大的情意呀 然后甚至就是开始提上 结婚日程了 什么订日子呀什么的 这房子 三里就开始订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我就走了 然后今天就来到这儿 啊 欧米团采访 听听吧 我还挺期待 到底说的是啥的 来 听一下 那孩子呢 是我看着长大 你妈是吧 从我一小就看着她长大 而且现在长得还挺帅 对我姑娘呢也特别的好 以前我姑娘自己在家玩的时候 门口有喝醉的 她马上就跑过来了呀 把那醉汗的都赶走了 完了还在门口守着 她 他们再来欺负我姑娘啊 哎呀我姑娘呢也经常上她家去玩去 她父母呢对我姑娘可好了 而且这小伙子对我们俩也特别好 对我们老两口 经常给我们打电话 买东西 有时候我姑娘 哎呀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不给我们打电话 她跟我们打电话联系我们 我真的觉得我姑娘找到这样一个孩子 哎呀又帅一些 这小伙子挺不容易 我们全家人啊 都特别喜欢她 不知道我姑娘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我姑娘找到这个女性 哎呀我们老两口就放心的 也不知道这姑娘在纠结啥 今天来的目的是 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让 就是各位导师们就是劝劝她 就不要再以这种形式来逼迫我了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我觉得 还不适合结婚的时候 就是首先就是我觉得 我们年纪还小 工作还都不太稳定 然后第二就是 身上确实有挺多缺点 比如说大男子主义啥 这些要不改的话就没有办法 毕竟它都影响到我工作 影响到我生活 嗯明白明白 就是 哎真道理 不容易 可是当时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她 因为 曾经我们两个也是 分开过一段时间 所以说我不想在这种事情 再发生 那就好好地去 享受这个过程 我就想 你着什么急啊 今早结婚也算是稍微稳固一些 你看人家姑娘也没说我反感你 没有什么 一二再再二三的原谅 你着啥急啊臭小子 他在失去了 你你先给他道个歉 说我这做法不对 我错了 我做的方法确实是不对 啊好 还是有点喜欢的是吧 但是确实这些东西把那个 那点好的东西一点点打掉了 对吧 对 你是不是会害怕 害怕 怕什么你告诉她管门 怕的就是第二天就把我衣服扔了 那以后解了婚要会对什么程度啊 听见她那个颤抖的声音了吗 听到了吗 听到了 来吧 老师们看看怎么帮助这对年轻的小朋友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两位好 我听起来 我的感受是 你在拍胸 national节目 反正是什么 但是 artists 你们看到的 我们能 click outfit 的 老师们 这 Arena 看句话 定人 听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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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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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认识以后 我们婆婆就说 妈呢 你别再那样了 那样的话 腿也好不了 我婆婆就说 妈呢 把我接回到她的家里 那边我们刚认识 四月左右 然后就说 伺候了我四十多天 这个也是一种感动吧 是她伺候你四十多天 还是婆婆 是我们婆婆 他们一家子 伺候了我四十多天 可是我父亲这边呢 也没人管了 我们婆婆就说妈呢 你也别操心那个 我们对象就 去到我们的家里 伺候我的父亲 她在伺候岳父 对 婆婆伺候你 对 就被感动了是吧 对 也是感动 我还是朝夕相处吧 我就是那段时间 真的是已经快崩溃了 因为腿也烫伤了 家里也管不了 然后她那号 跟我也是挺上心的吧 就是看到了担当是吧 对 那段时间是真的好 当时没人是怎么给你介绍她的呢 当时 因为她是小时候 枪了羊水 所以导致了脑子反应 比别人慢半拍 就跟我说了这情况 我说没什么 我本身也是有这个问题 我不在意 只要他们一家子对我好 都好 所以其实是两个在寻找生活的人 巧遇了爱情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 就是原本是为了生活嘛 结果没想到一件 很多机遇让他们遇到了爱情 我这么说行吗 行 她真可爱 行 然后这就七年就下来了 我们是这样 一开始这几年还好 刚结婚的时候 我跟我们婆婆谈过一次 谈过一次什么呢 我的管理能力比较差 我们家的以后在财政大权这一块 我真的是想过个简单的生活 我什么也不想操心 因为我父亲这一块让我操心的够多了 我不想再管了 然后我就跟我婆婆说 以后您一切都您管 我不想管了 聪明啊这姑娘 所有的东西我们婆婆去管 我们婆婆管 一开始这几年还挺好的 后来就慢慢的生活步入正轨 我们也是自己干了小生意 我们干了小生意以后 她跟我们婆婆大闹过一次 你跟你妈闹啥 我就不想管 我就想我们俩管 因为毕竟我们俩都这么大了 你要造反啊你 是这么回事 不请妈的话就得了 老婆的话你也敢不听啊 你看男人一有钱就变坏是吧 你就变坏吧 你这个小子你看 她要造反 不是啊 您听我说 她是这么回事 当时啊 我们确实也是自己干了个小生意 干小生意以后 一忙起来真的就想不起来 就说定期的给婆婆钱 有的时候我婆婆也是上点 所以说爱续道 老人爱续道 这不很正常呢 对我来说 有人续道我是一种幸福 婆婆就说了我两句 说那个你那个钱 我来猜啊 婆婆批评了你 或者说了 哎呀怎么钱又忘了给了 她不干了 对 她就上我们婆婆那屋 翻箱倒棍的 就说嘛 我们俩挣了钱 就得我们俩管 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 你娶了媳妇忘了娘你 你一个不孝子 你 然后就是 成媳妇 然后我们婆婆 误会了 我的本心是 谁管不是管 我就想简简简单单的生活 后来她这个就是说 跟我们婆婆打完了以后 我们婆婆说 我们你看着不惊 可是你心里可有数啊 小酸板打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只是她现在的处理方式 让我没法去跟婆婆 正式沟通了现在已经 你妈是不是有的时候 为媳妇好 你整不明白 你就跟你妈干啊 敬她 那不是给你媳妇添麻烦吗 对 她这样的话 给我添了很多的麻烦 那等于说 其实在日常的时候 你们是跟婆婆 生活在一起是吗 对 我跟我们婆婆 生活在一起 住一个单元里头 是 因为我腿脚不方便嘛 有的时候我干家务 就是说干得比较慢了 她会续导我两句 像那回吧 我出去一趟 回来 我可能也是累了一天了 躺在那儿就睡着了 我婆婆就说 你没看见我在干活吗 你不能伸把手吗 我这还没说话呢 她就急了 我们媳妇出去一天了 怎么怎么样的 我就想说慢了 你要说真的心疼我 你去伸把手不好吧 其实我不想看我媳妇受气 你妈还给她受气啊 她就觉得 我们婆婆在跟我说这些事 她在给我气的时候 其实呢 我并不是那么想的 我觉得那样还是 对我来说 是一种小幸福 一种小满足 因为我是个单亲家性的孩子 我还挺享受 这个虚导的过程 可是她这样一弄的话 让我们婆婆无法理解吧 咱就说那次吧 因为我们家是自己开了一个小快递 带收点 我们婆婆呢 跟着我能搭把手 她跟婆婆又闹起来了 就是快递那天挺多的嘛 因为我的手脚比较慢 婆婆就说 你稍微快一点 因为咱的货量今天挺大的 你稍微快一点 咱能早一点收摊 对吧 然后我们就像就说慢了 她都累了一天了 怎么怎么样的 我这还没接茬呢 她就跟我们婆婆刚起来 就吵起来了这种 弄得我们婆婆 我说她两句 我不能说了是 你媳妇就是你的宝 那我在这家里 我算什么 同在一个屋檐下 何必呢 你呀 得了便宜又买乖呀 我问你 你先生这么护着你 你心里美不美 我是挺美 但是我真的 美不起来呀 她的这种护法 让我真的 现在无法接受了 行 你是真不知足啊 但是我说你这话 我心里有很心酸 means 我的频道 我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的 那 你 我心里有什么 我心里有什么 从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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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因为你先生是一个 非常拎你的亲的人 他是一个对于婚姻家庭关系的 这种的小家庭和大家庭 分得非常非常清晰 他非常明白 什么是自己的小家庭 什么是大家庭 谁是自己要维护的人 谁是要陪自己走一生的那个女人 所以他这一点做得真的 毋庸置疑特别地好 我反而是觉得 你应该用一些方法 我告诉你啊 你婆婆跟你们生活在一起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一把屎一把尿 把她拉扯到现在 她能不知道自己儿子 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婆婆现在 为什么会跟你有一点点小问题 她吃醋了 我这么辛辛苦苦 抚养大的一儿子 你看看 你娶回来一媳妇 马上不帮我说话了 可是婆婆真心会恨你吗 我告诉你 绝不会 因为婆婆非常清楚 剩下的人生 就是你和她相互扶持 她也非常清楚 自己的儿子有多么的幸运 能够找到一个 像你这样的媳妇 所以婆婆才会这样地对待你 所以在面对她 撕了她妈的时候 就撕了去吧 你应该享受这种幸福 然后你要怎么做 加倍对婆婆好 嘴甜点 妈 你看她就这么一人 你还不了解你儿子吗 她最爱的还是您 让婆婆这个女人的心 平衡一下 对婆婆多好一些 你让她改 她是改不了的 因为在她骨子里面 她就这么认定的 她觉得对媳妇的好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那你让她把这样的方式 改变了以后 她就不是她了 她就会觉得 违背了她自己爱的 这种的承诺了 你让她怎么改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 应该多下下功夫 想一想 动动脑筋 怎么对婆婆更好一些 怎么能够讨婆婆更开心一些 问题就解决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就这样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要给一点建议的话 首先我给你一个字 就是吼 你就去吼你婆婆就完了 I'm overheating Can't hardly sleep at night Doing crazy dreaming You're the reason why Hiding by the baby Losing my mind Don't try to save me I feel alive I feel alive My world is faster and faster The tears in the lantern I'm here for the ride Yes, yes I'm an emotional mess Yes, but you wouldn't want me any less Yes, cause you know how wild it could get To love in emotional mess I'm in a train I'm in a train I'm in a train He he is on the model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We'll be right back. 祝你们幸福。 你看见他们背影的时候,这个大概是我在印象当中走爱宝这个门走得最不稳定的一个背影,摇摇晃晃。 但是我站在那的时候,我感觉走得最坚定,最有依靠的背影恰恰是今天的这个背影。 生活强迫他们去简单思考,他们活出了自己简单的幸福的味道。 我们这些没有被生活强迫的人,是不是应该考虑缩减欲望啊,向简单的人学习。 祝这两家人幸福,祝所有拥有幸福生活的朋友珍惜眼前。 我们要再一次的感谢四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也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各位。